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说海峡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两岸连麦环节 那么今天的两岸连麦呢 我们邀请到了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炳忠 王老师 您好 来和我们观众打个招呼吧 是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首先我们今天第一个议题来聊一聊 最近的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那么在本月初对解放军在台海演习妄加评论后呢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是在前天 也就是22号在出席一场论坛时 他旺称西方必须捍卫台湾人民的权利 那么他还声称在台海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呢 欧盟正试图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 近年来欧盟的一些保守主义势力和反华议员 是频频在台湾问题上高调发声 甚至窜访台湾 试图呢是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那么王老师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做法带来的后果呢 我想啊这些所谓西方人啊 他们这些反华势力者呢 把话讲的冠冕堂皇 说是呢要来充当所谓调停者的局势 但是如果真的要调停的话呢 他有胆就去好好的骂骂美国 因为今天整个两岸关系原本和平稳定的现状 就是在美国自从2012年提出重返亚太之后 开始呢把中国大陆视为是所谓美国人认为啊 会挑战他霸权的所谓威胁 从那以后开始呢天天想着怎么撤走中国大陆 然后呢怎么大打台湾牌 将台海的和平稳定呢加以破坏 然后把它当成一种筹码 所以呢如果真的要调停 请先去找这个罪魁祸首 那就是美国有胆就去叫美国收手 不要再继续大打台湾牌 来把原本好好的一个现状破坏掉 所以呢罪魁祸首是美国要先搞清楚 那么第二如果呢你没这个种 你这些洋人啊没有这个胆 那也没事你就少说几句话吧 你的所谓调停你就别评论吧 因为台湾的问题本来就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事 今天台湾问题会搞成兵凶战危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反华势力 你们这些洋人他你见不得中国人自己好好处理中国人的事 你们呢一定要横加阻拦 一定要在当中呢去挑刺去挑拨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欧盟的啊 这个啊洋人呢他讲的所谓呢 说是呢要来保护台湾人民的利益 台湾人民的权利 我就要问了台湾人民的利益 台湾人民的权利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安居乐业啊 就是我们要和我们最大的市场 中国大陆要交好我们的利益就在于说 我们今天中国人的事情我们自己坐下来谈 不要你洋人来干预这是我们的利益啊 那今天你看到的是这些洋人呢 他们动不动把台湾牌当做一个工具 然后来这做做秀 做完秀以后拍拍屁股他跑了 所以话讲得很好听啊 说你们要去对抗大陆啊 大陆是所谓威权啊 你们台湾人要站起来啊 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去对抗 要去阻挡统一 但是抱歉啊 最后谁真的站到第一线去做人肉盾牌啊 还是台湾的平民老百姓啊 不是这些洋人哦 所以这些洋人呢 把话讲得很高调 只是为了呢 也可以多赚一点出厂费啊 这些洋人跑来台湾啊 这个出厂呢 都是有费用的啊 甚至呢可能在一些所谓的国际场合 讲几句话啊 号称所谓挺台湾的利益 其实后面呢 都是台湾当局 要买单的呀 要付这个出厂费 公关费的 所以大家搞清楚 今天恰恰是这些干预中国台湾问题的洋人 他们在伤害台湾人民的利益 嗯 其实不只是美国 像日本 其实也有一些政客是非常喜欢 在台湾问题上说事 所以我们还关注到 在最近呢 也是有一波美日政客呢 是在布这个佩洛西的后尘 上演窜访台湾的戏码啊 那么据台媒的报道 所谓日华议员肯谈会的会长 古物龟斯是在昨天 也就是23号拜会了蔡英文 那么他还提及台湾的这个高铁车厢采购案 那不料却被蔡英文办公室的新闻稿消音啊 也就是对相关谈话是只字未提 这不免就让我想到 其实在今年的4月中旬 向美国的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和蔡英文 见面的时候 现场也是直接说 希望台湾采购播音787的客机 但是也遭到了口译员和蔡英文办公室 中文新闻稿的消音操作 那秉中您是如何觉得这个民进党当局 消音背后它究竟是在打什么算盘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些所谓来挺台湾的所谓国际友人 或者是这些国际的政客啊 过去呢是美国啊 这个台湾人一直认为的所谓老大哥啊 甚至是干爹的这个美国 美国人来你看多不客气 他可以公开的直接讲 我就是要强推美国的波音飞机 要台湾买单 人家可是没有这个思想授受哦 没有躲在台面下哦 他是直接在和蔡英文会晤的时候 公开讲的哦 那么蔡英文呢就当作没看见 我们反正消音 口译员现场不翻译 事后的新闻稿也不要摘录这段话 认为说啊好像啊鸵鸟心态 把这些话呢都掩盖起来 大家就不知道 现在沦落到连美国的跟班啊 我们知道日本 他基本上呢是美国的跟班 他整天想要在台海的事务上的插手 也必须要呢跟在美国的后头 他才有着力点的 现在沦落到连美国的跟班都可以来台湾 也可以公开的讲 我就是要这个你们的所谓这个高铁 要用我日本的设备啊 你就是要买单啊 你也要付所谓保护费啊 所以台湾何其可怜啊 过去付保护费给美国 现在还要付所谓的保护费给美国的小弟 那民进党打什么算盘呢 他就吃定台湾民众不晓得 不知道 只要我不翻译 只要我新闻稿不写出来 只要台湾的媒体我也控制 大家就通通不报 这个事呢就可以这么过去 所以就不会有人追究 所谓的挺台戏码 其实通通是台湾当局 自己拿大把钞票去买来 作秀出场的演员 哪有什么所谓的挺台呢 就算是你们每天幻想着 要以武去统 以美谋独 抱歉 他可以倚靠吗 你有本事吗 你的所有武力对抗得了大陆吗 讲到底 还是寄望美国 寄望日本 能够为台湾去对抗大陆 但是现在看清楚了 这些政客 没有人真的要去替台湾 什么出兵对抗的 这些政客都只是为了 在他们的国内选举 可以向他们的选民交代 拉几个皮条 让台湾这个大楷子 帮忙买单 说不定讨好了 他们在国内背后的金主 我们讲所谓西市的选举 都要靠金主 所以这些个政客 都赚得肥滋滋的 有金主能够贡献 选举经费给他们 台湾当局 把他们请来 去报账 报所谓的特务费用 来付费给他们来买单 说不定后面也有抽成的 台湾当局 民进党当局 也能分得一杯羹 所谓的什么波音飞机 或现在的高铁相关的这个案子 是不是后头 其实有油水 大家一起分 所以所谓的抗中保台的戏码 搞半天 就是这些个政客 包括台湾当局自己 大家一起 有钱 大家分 最后 谋了台湾人民的财 甚至就搞成 两岸的兵凶战危 台湾民众还要冒上 到前线去 做盾牌 做所谓炮灰的威胁 那不止谋财 而且还害命啊 所以民进党当局 打的算盘 就是这样一个 和美日政客勾结的 谋财又害命 是分析的非常到位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民进党当局 他们无论 怎么去勾连 外部势力谋独 就好比佩洛西 窜访台湾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系列举动 也已经是让国际社会看到 其实中国 一个中国原则 是不可撼动的 那么最近解放军 其实也是在台岛周边海域 举行实弹军演 那这件事情 其实给台军的压力 可以说是很大 今天爆出了一则消息 我们关注到 解放军的无人机 是拍到了金门 非常清晰的港哨照 而台军方也是证实 这个是真的 那么此外 在前天 也就是22号 台媒还披露称 台军主战部队 是人力流失 是非常严重 像基层的士官与少中 尚未军官合计 将大幅缺缘2.5万 甚至是由于 这个募兵困难 岛内相关的部门计划 提高除 免除这个兵役的门槛 那么原本属于肥胖 或过瘦的这些年轻人 以后呢 也是需要服役 那秉忠您是如何看待 这些赶鸭子上架的操作呢 我想今天台湾 讲所谓兵源不足 或者战力不够 所以开始搞所谓 要么把服役役的一期延长 所谓四个月再延长到一年两年 要么就是所谓扩大编制 好给美国交代 说我们也有愿意自己卖命 自己为自己的所谓安全来负责 所以我们也愿意当兵 这个其实是为了向美国交代 但是你不管是延长一期 或者是你现在扩大编制 扩大编制也要有人去 做这个岗位的事 所以你就必须再来降低 所谓体位的标准 搞成现在说过高过矮 过胖过瘦 通通也都要拉去当兵 其实重点还是在于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为什么台军今天会搞成出走潮呢 为什么会兵源不够呢 台湾不是搞木兵制 也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条件吗 因为第一 民进党过去是靠羞辱军人起家的 所以你从来没有给军人一个必须得到的尊严 第二有很多有热血的 他真的优秀的青年 愿意去从军的 他向往的还是过去台湾的军队 再怎么说 他的传统也是源自过去国民党时代 在大陆过先到台湾这样的一个传统 那这个讲起来还是中国军人 他不是替台独打仗的 所以今天的民进党倒行逆施 你搞数点忘组的事 你要把台湾的军人拉去和大陆的同胞为敌 我想这个真的有热血有理想的青年 他也会搞不清楚 到底我是为了什么目的来从军 那么第三 那就是今天很多军人在台湾已经变成说 大家也知道政客都在作秀 所谓的扩大编制 提高战力 通通只是给美国人看的 所以变成大家也失会素餐 大家也把它当成只是一份工作 而不是一份使命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自然的军力就无法提升 这不是你今天延长当兵的时间多久 或者是硬去把胖子矮子瘦子都拉来当兵 就能够解决的事 而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陷入了一个死胡同 一个死循环 那就是为了向美国人表现 我们有为自己安全愿意牺牲的这个所谓决心吧 所以你就开始放宽 这个随便矮子胖子都能来当兵 把这个标准都给放宽了 可是最后的结果 你这么去表现给美国人看 你是寄望关键时刻 真的两岸开战 美国人要来所谓的持援台湾 可是美国人说没有啊 你们自己要先去啊 我叫你扩大编制 就是你们台湾兵要自己为自己去打仗啊 我美国人不去的 所以这就变成我推给你 你推给我 互推皮球 最后呢 放宽这个体位标准 只是为了给美国交代 可是美国也不会因为这样 真的来救台湾 而且呢 美国反而继续打台湾牌的结果 把两岸搞得更危险 原本根本两岸不会打仗 现在搞成好像越来越紧张 所以我就讲啊 这个是个死胡同 一个死循环 而这样的一个死循环呢 正是台湾当局 作茧自幅 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恶果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解放军东部战区 新闻发言人日前 其实也有用一句话作为回应 也就是他们将常态组织台海方向的战备警循 那为的是什么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想这一点肯定也是毋庸置疑的 是 当然 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 其实呢 是个危机也是个转机啊 就是说现在这个 这些洋人也好了 美国为首的这个反华势力这么挑衅 结果最后呢 它造成了两岸的一个危机 就是不稳定因素大大提升 但它也造成了一个转机 就是呢 也让这个大陆这边呢 更加能够呢 去掌握主动 包括呢 最近解放军的许多这个军事行动啊 也就等于说呢 进入到呢 过去从来没有进入过的范围 那么 洋人这些反华势力 他们改变现状 那么呢 也给了我们有机会去扭转 将这个大局转向对我们有利的现状 感谢品中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而独到的评论啊 感谢您用我们进行两岸连麦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